各位你们好,我是侍奉明校长,很开心可以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看过而有心爱的书籍,今天我很想和大家介绍这本书,这本书的题目叫做《九形人格与亲自关系》,知己知彼,百教百姓,我想对于家长,对于爸爸妈妈来说, 你是不是很想很想了解你的孩子呢?这本书是陆劍雄先生所住,他也有一个自己的家庭,在他照顾孩子的过程里面,他发觉有时是有一点盲点,我相信大家都会觉得在教我们的孩子里面,有时觉得他在我的肚子里面出来,为什么我好像不太认识他,又好像他跟我很不同, 九形人格,其实在心理学里面,都是相当普遍的一个将人的性格,它成为一些分类,虽然这个不是一个很科学性的分法,不过也都源源流畅,影响了很多很多的人, 原来上帝做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九个人格每一个人格都很特别的, 那这个人格是代表了什么呢?就是每一个人最满足的位置是什么, 好似一号的人格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好想好想,各样东西都去到一个最完美的阶段, 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一些孩子,他对自己的要求很高,他把桌面要很整洁,他做的功课是要一不一画很整齐, 如果不是就不停拆擦,神话府呢,他去到考试的时候,会做不完他的卷,原因是因为他好想以前那边提到对 又或者你见到有些孩子,他很好胜,好想向着成功跑去,好想做班长,好想做行长,好想得清赞, 還有事情他都很想嘗試 有可能是一個三號性格 又或者你有你的孩子很好玩 很喜歡玩 甚至他用一些激你的方法去和你相處 但其實原來他心底裏 是很想很想和你有個溫意 不過有可能剛巧他預住媽媽 是一個一號的媽媽 而這是一個七號的玩家 有時候就火星撞地球 這本書的好 他不單是介紹了九型人格裏面 他的特質是甚麼 你可以嘗試了解一下 我的小孩子 我的孩子是不是一個這樣性格的孩子 除此之外 他亦都讓我們知道 這些性格的小孩子 他裏面的心理拘力 即是有些甚麼是拆動著他 以至到你懂得用甚麼方法去拆動你的孩子 又或者那種性格的小孩子 他的成長歷程是怎樣 他是怎樣去成長 另外有可能他的性格和你的性格 是會剛好似我剛才說的對沖的 我們會有很多盲點 我們教孩子的時候有很多盲點 這本書告訴我們 可以將盲點變成轉捏點 這個轉捏點 就是我們懂得運用這個孩子性格的特性 或者是我自己性格的特性 以至到我們能夠彼此的配搭 這本書到最後的時候 一個比較理想的 是他有很多的例子 因為如果我們將一種理論 空口說白話的話 是有時會很難很難明白 體會得到 亦都不知道怎樣可以 入到我自己的情境裏面 不過這本書 他有很多很實際 在我們生活裏面的例子 成為我們的借鑑 讓我們更加明白 而且在後面 他除了一些個案分析之外 他還會有一些討文 去幫助我們 讓我們可以將我們的孩子 將我們的家庭 去交託給我們的上帝 有時人解決不到的問題 我們就需要交給上帝 上帝會和我們一起去解決 這本書是相當好看的 我買了很久 現在你看到 為何有些草草的呢 曾經在一次颱風集港的時候 我這些書被整濕了 但我都不捨得 就這樣棄置了它 我仍然保存著它 我希望這本書 都能夠帶給一些家長樂趣 亦都可以讓你藉著這本書 更加了解你的孩子 有時這些書 不是看一次的 我們可以翻看再翻看 甚至是當你有疑惑的時候 當你不知怎麽算的時候 這些書都可以成為你的工具書 當你翻查一下 我兒子是為何會這樣呢 以致到你可以更加幫助到 如何和他相處 好的 今天我的分享到這裏 希望有機會 繼續和你介紹好看的書籍 拜拜